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 柯柯出来讲 我是主持人山迪 我是柯边乌玛 山迪 我们今天终于要迎接 我们主持柯柯出来讲节目以来 要遇到的大魔王了 对大魔王来了 大魔王来了 就是我们的相对论 相对论 相对论这个东西 是我们现在现代科学 不管说你是学什么学科的 你是理主的也好 你是文主的也好 我相信或多或少 很多人都听过相对论 这样子的一个科学理论 对无所不在 对啊那你以前小时候 你学过相对论吗 其实我没有学过相对论 是不是 你知道相对论很有趣 就是像我自己读文科 但是我们其实在很多的 文学创作的作品当中 甚至动漫 甚至音乐歌曲歌词 都有相对论的东西在里面 对啊 就是我们会一直去阐述 这样子一个理论 然后等于说这样的一个 我觉得相对论这个东西 影响了我们现代科学到现在 非常非常的深 即便我不知道它影响了什么 我可能直接想到 就会想到说 诶可能我们以前聊过的 就是时空旅行 对 或时空跳跃 就会用到相对论 对对对 那像或者是我们看很多的电影 最近的可能像是那个 星际效应 星际效应 对它用到的也是相对论的理论 没错 那我们可能在更早之前 我跟你说我们以前在看 哆啦A梦 哆啦A梦也有 哆啦A梦肯定有啊 它肯定有 你把手机打开 那个地方就是相对论的应用 相对论可以被证实或存在 它才有办法这样 我是不知道我乱讲的 对毕竟22世纪 然后时空旅行 然后就是那个时光机 如果可以把谈子的不二雄抓出来 然后我们就可以来问他说 你是不是那时候 在想象时光期的时候 把这样的理论也套用进去 哇太酷了 对啊 那我们今天呢 如果要了解相对论 或者是说想要认识相对论 就不得不要请出一位 我们非常非常厉害的老师 没错 尤其对于相对论 这个大魔王 我们当然也要请出一位 重量级的老师 没错 那在请出老师之前呢 首先我们一样啦 先跟着科宝家族 一起去冒险吧 Go 这是一颗从来没有来过的 全新星球 不知道在这个星球 能有什么样有趣 又新奇的旅程呢 终于降落了 这次的星球好远啊 我都快无聊死了 喂 你好 你 你好啊 这个星球的人真热情 你是地球人吗 你来自地球吗 对 对啊 你很喜欢地球是吗 你可以带我去地球找爱因斯坦吗 他是我的偶像 啊 爱因斯坦 你找爱因斯坦要做什么啊 哦 是这样的 我想要做一台时光机 我想回到过去 让我可以救我弟弟 他出车祸之后 就没办法走路了 他很伤心 我想要帮他 哦 是这样吗 希望你弟弟可以好起来 但是爱因斯坦已经过世了耶 啊 啊 怎么办啊 啊 哎哎 没关系 没关系 地球上还有很多科学家 在由爱因斯坦留下来的相对论 让我们跟着主持人 山迪 乌玛 与这次的来宾 东海大学物理系 施琪亭教授 一起寻找答案吧 Go 听完了科宝家族的冒险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欢迎今天 重量级的老师出场咯 很高兴呢 又欢迎到我们的老朋友 东海大学应用物理系 施琪亭老师 欢迎老师 欢迎老师 诶 柯比恩好 山迪好 我们柯柯出来讲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刚山迪这样直接直呼老师是老朋友 然后刚刚其实在我们节目开录之前 山迪才很兴奋的找老师 做了什么事 签书 对 今天是粉丝见面会 为什么啊 为什么会找老师签书 要就是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好的 就是呢 老师们 他们最近推出一本新书叫做 超展开实验室 老师你们这书名很长耶 对 因为他后面还有一大串 连我自己都记不住 不过你只要记得超展开实验室就可以了 其实超展开实验室这个用词听起来就非常的现代的网路用语 你们就可以知道说邀请老师来讲相对论就对了 因为相对论这么难的东西 一定要有一个就是可以用一个比较浅显异动 然后用很有趣的方式告诉大家说什么是相对论的老师 对啊 来展开这个相对论的介绍 真太棒了 老师压力会不会很大 就是节目一开始就狂吹捧 老师就想说等一下如果找不出 我一向不怕人家吹捧 我只怕人家不吹捧 好啦 其实我们刚刚就是刚才跟老师聊的过程当中 发现老师对于相对论的理解真的是解释得非常清楚 可以请山底问一下老师 就是关于相对论啊 就是这个理论 它到底是怎么来的 或者是说 像刚才山底其实有问老师 所谓的相对论 对我来我来 对 老师 其实一开始听到相对论这个主题啊 因为像我们以前都常会穿那种什么相对速度之类的 这样子一路训练下来以后 所以听到相对论 我最想要知道的是 它是相对于什么东西的理论吗 好 这个问题一下子就问到这个核心 其实这个爱因斯坦 他从他年纪蛮小的时候 根据正式的记录是说 他16岁的时候 他就在想两个问题 其实这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搞不好大家都有想过 因为他很有趣 就是我们从小看很多 刚刚那个科编讲到 蛮多作品都有提到时光旅行这件事情 那爱因斯坦他小的时候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如果我们人类跟光一起跑 或者是我有一个很快的太空船 可以速度非常的接近光 甚至我超过光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其实这个问题我小时候还真的有想过 因为我们所看到的东西其实都是光 光进入到我们的眼睛 我们就看到东西 那现在如果从我身上发出一道光 讲得好像我是什么圣人 其实不是啦 这个都是反射光 光就会离开我跑出去 对不对 这时候我就赶快坐上我的光速太空船 去追我自己发出的光 对不对 那我的速度如果比光还快 我是不是就可以追上我以前自己发出的光 或者是反射光 我追上一秒前的光 我就看到一秒前的自己 对不对 然后我就继续往前跑 因为我比光快 我接着就追到两秒前的光 我就看到两秒前的自己 接下来就三秒前 我就可以看到我自己的活动在倒带 对不对 这样想起来我自己都觉得蛮有趣的 我不曉得爱因斯坦想这个问题的时候 是不是跟我这种乱想 不过他就是他有说他就是在想 这个其中两个问题的一个就是这个 那后来我们常常讲相对论 很多人就望闻生意说 这个世界上什么事情 不管任何事物都是相对的 比如说最喜欢讲 没有绝对的善啊 没有绝对的饿什么 但是其实相对论最有趣的地方 他提出有一个东西是绝对的 就是光的速度 很可惜的就是我追过我自己的光 看到我自己的倒带 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 就是所谓的光速是绝对这件事情 就是说我们都知道光是一秒钟 可以跑30万公里 所以我要去追我那个光 对于静止的人来讲 光速是30万公里每秒 但是我即使是以秒速29万公里 去追我刚刚发出去的那个光 在我这个很高速运动中的人来看 光速对我来讲 依然还是30万公里每秒 绝对的 对他没有所谓的相对速度的概念 那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物理理论上的结果 只是今天我又没有黑板 也没有投影片 因为我们是个pacast 这个理论我不能再在倒公式 而且一倒公式所有的听众就都全部跑光了 对不对 所以就请大家姑且先接受这个事实 而且他经过很精密的实验也证明了 虽然他非常的奇怪 大家一想 对不对 对 有了这个之后 如果你接受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表面上看起来很异常 但是反正我们一般人也不会跑那么快 所以对我们的生活基本上不会有任何的影响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爱因斯汗他厉害的地方 就是他很会做所谓的思想实验 那他做的一个实验其实非常简单 我这边一讲 这个就是三分钟你就懂什么是虾意相对论 而且是你连他的数学你都懂了 因为这个只有用到国中的那个臂式定理 这个我会 对对对 这个应该蛮多 臂式定理是三角形那个吗 对对对 就直角三角形 面位 甚至你臂式定理都不会 你小学生你只要知道 直角三角形的斜边是最长的那一边就可以了 这个实验非常的容易 就是我有一个人在地球上 比如说就是我 然后山底坐在一个速度非常快的太空船上面 在太空船经过我的头顶 经过地球的时候 他在他的太空船的地板打开一盏灯 然后天花板上面有个接收器 然后他就可以记录从开灯到打到天花板花了多少时间 这很简单嘛 就是时间就是等于那个天花板的高度除以光速嘛 对不对 那这是对山底来讲 那对我这个地球上的人来讲 光除了直直的打上去天花板以外 因为太空船相对于我是从横的方向运动的 所以他已经又向前跑了一段距离 所以我看到的光走的距离 就是那个直角三角形的斜边 所以我看到光走的距离比较远 对不对 但是光速对山底来讲 跟对我来讲是同一个光速 所以你把距离除以光速 你就得到时间了嘛 那因为我看到光走的距离比较长 也就是说我量到的时间会比较长 山底量到的时间就会比较短 但是它是同一件事情 同一个事件对不对 那山底量到的时间就会比较短 我量到的时间比较长 那这就代表说我禁止在地球上的人 我的时间过得比较快 那山底在太空船上面 他的时间过得比较慢 所以恭喜你山底 你就老得比较慢 我老得比较慢 太好了 这就是狭乙相对论 基本上剩下的都是从这个推出来的 什么1等于mc平方 这大概是全物理学里面 最多人知道的一个公式 也是从这边再一步一步推出来的 所以说因为老得比较慢这个事情 它是比较生物上的事情 因为如果就我来看 那如果我一直在移动的火车上面 我是不是也会 你说你只要一直待在那个太空船上 某个维度上我也是会老得比较慢一点点吗 可能是0.0000001秒之类的 以我们现在日常生活中的速度来讲 都没有办法 因为那个就会几乎看不出来 如果它很明显的话 那不用等到爱斯坦 应该牛顿就会发现 我觉得各个需要 就是所谓的美颜的人 就会马上就会 让这个东西变成产品 然后推出 所以老的慢的秘诀就是 你经常坐个飞机到处去旅行 好像是耶 可是那结果可能就是你七八十年的人生累积起来 你可能就是年轻的一秒钟 事实上曾经做过这个实验 因为我们知道原子钟可以量时间量得非常准 所以曾经有科学家就是把原子钟放在一台飞机上面 那就是那种长土航班的飞机 然后它就飞了地球非常多圈以后 然后就来看看跟静止的原子钟比起来 时间真的有差 可是就是飞了好几天 差很少很少 大概就是以耐秒做单位这样子的差别 所谓的耐秒大概就是十亿分之一 那真的不合 就差不多的意思 对对对 难怪人家说长生不来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可是如果你能达到光速的 我记得大概是99.5%左右 那个就会变成是慢一倍 然后越接近光速的话 变慢的倍数会急剧的增加 比如说你是99%好几个酒的话 可能就是各地都有那种童话故事 有没有葡萄太郎什么黄粮南科一梦 或者是什么礼伯大梦 就是他们跑到一个不知名的地方 然后回来他觉得只过了很短的时间 但是外面人事已非已经过了好几百年了 在几乎世界各国都有这样的故事 我的推论是他们被外星人抓走了 然后就坐上了一个飞得非常快的太空船上面 所以他的时间就过得很慢 因为很接近外星黑科技 所以他的速度也许就很接近光速 达到99%点很多酒 那一回来可能他过一天 外面已经过了十年这样子 在这个物理上是有可能 老师我很好奇一件事情就是 因为我们知道说在科学的领域里面 就是你有一个新的大理论提出来的时候 表示说你可能在前一段时间 你遇到了某个理论的一个极限 像是我们知道说牛顿提出来的物理的定律 他其实盛行在科学界好长一段时间 那一直直到爱因斯坦或者是中间可能有一些人提出不同的理论 到爱因斯坦及大城之后呢 他开始有一些对于物理有一些不同的理解 那时候相对论会提出来 他是为了解决什么样子的物理学上的难题呢 或者是说那时候的大家探究到物理学的什么极限 而又相对论的产生 刚才我们讲的那些可能他并没有一开始有一个很明确 他想要去解决那个问题 他只是说我有光 然后从我们对光的理解到底会得到什么 然后就发现其实如果我们是从电磁学这边下去着手 因为光是一种电磁波 其实在古典电磁学 也就是比爱因斯坦还早个好几十年 就我们讲那个马克思威那个电磁学的方程式 其实已经隐含了电磁学跟牛顿的力学 是不相容的这件事情 其实从古典的电磁学就可以直接推导出 狭义相对论的理论 只是说以前可能过去大家没有太注意到这件事情 因为毕竟物理学的发展都要跟着实验的证据 那因为在19世纪末或20世纪初一直到那个时候 人类并没有办法用很接近光速的方式来移动 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做的任何的测量 包括各位你们生活在我们现在地球上的环境中 你有看到任何的现象或你的生活 如果不放进相对论 你会发生任何的不变吗 不会 应该是没有 那就是因为我们日常生活中你看我们最快的东西 也许就是太空船 讲到这个之前台湾我们太空中心 也成功的在屏东的那个旭海发射了我们自己的火箭 这个很值得开心的事情 大概就是火箭或太空船从太空要回来的时候 那个可以达到音速的二三十倍这样子的速度 那就真的非常快 但是即使在那样子的速度底下 你如果不用很精密的仪器 你也不会察觉有这个相对论效应 所以在那个年代来讲 其实就是因为没有直接看到实验上的矛盾 所以并没有说我有一个实验上没有办法解释的现象 所以我要去弄这个理论出来 它比较是像比较从蠢的理论那边过来的 如果是这样子的路径 大家就会觉得这个科学家超天才 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他凭空想出来的 他不是依附在什么理论上看到什么问题而提出来 而是他自己想到这件事情 另外一个广义相对论 倒是他有直接跟一个那时候没有解决的问题有关 我们刚刚讲爱因斯汗从小时候就想两个问题 他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坐在一个电梯上面 然后这电梯突然断掉了 他往下掉 在这电梯里面会发生什么事情 你觉得会发生什么事情 人跟着一起往下掉 对啊 那这个人他所看到的世界会是什么 看到的世界 他应该还是附着在那个箱体上吧 然后世界静止的 因为他只能感觉到东西在往下掉 可是旁边的东西不会动啊 除非他可以透视出去 就一起往下掉了 对 你已经相当接近那问题的核心了 他其实就是我们东西往下掉的时候 你们有没有去那种游乐园做过那种自由落体的设施 超刺激的 消耗飞音 对 其实就是那种感觉 基本上你就是要体验那种自由落体的感觉 当你真正是一个自由落体的时候 你就会进入一种无重力的状态 我们以前都有学过 电梯从镜子往上加速 我就会觉得我好像被往下压一样 事实上你如果下次坐电梯 带个体重计进去 你就站在那个上面 你是真的可以量得出来 那个体重是有变化的 真的啊 往上加速的时候你会变重 但是在他要比如说往上的时候 然后要停下来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你稍微有点变轻 或者是从镜子往下加速的时候 你会觉得你变轻 体重计也会告诉你你变轻了 对 所以爱因斯坦马上得到一个结论 重力跟加速度运动 也就是你加速或减速 这两个东西是一模一样 你分不出来是哪一种情形 比如说今天我们在这个录音室里面 我们觉得我就在地球上 因为有地心引力 把我们好好的拉在地面上 我们可以行动自如 但是说不定在刚才的那个瞬间 我们这个房间 已经被外星人的太空船加持了 我们现在正在一个太空船 在宇宙中间飞行 然后这个太空船它脱离地球 它是在太空里面是无重力 无重力我们应该都飘起来了 可是我们没有飘起来 这也很简单 因为这个太空船是在往 我们天花板的那个方向加速 然后它的加速度就是 每秒钟增加秒速9.8公尺 9.8这个数字大家是不是还有印象 但它的加速度刚好是这样子的时候 我们就会觉得我跟在地表上面生活 我感受到的重力是一模一样的 它窗户不打开 我们都不会发现 其实我是在太空船里面飞 这个就是整个广义相对论的基础 然后它就很简单的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在加速中的太空船 我从这次换磕边好了 你拿起一个手电筒 朝着你面前的墙壁射出去 对于太空船外面一个禁止人来讲 这道光是走一直线的 因为光只会走直线 对不对 但是对于我们在太空船里面的人来讲 因为我们整个是在往上加速 所以我看起来因为光打到对面 本来应该在同一个高度的地方 但是我们的地板一直在向上加速 所以它会打到的地方 我们就会觉得它打在墙壁上的位置 其实比你射出去的高度要低一些 然后安斯坦就说光在加速度的太空船里面弯曲了 那因为你分不出加速度跟重力这两个的不同 所以光在重力底下也会弯曲 这很跳跃对不对 可是讲起来我觉得超有说服力的 你要推翻它的话你就必须想出一种实验 你要来分辨出我们现在到底是在地球的重力底下 还是在外星人的加速中的太空船里面 你必须能够设计出一个这样的实验 但是大家想了这么久 到现在还没有人可以想出一个办法 我能分辨重力跟加速度这两个的不同 刚刚讲到它到底想要解决什么问题呢 这个就是所谓的水星的轨道 一些奇怪的状况 我们在看对于行星照太阳的了解 大家都有学过就是用牛顿定律 外邮引力那个 从那个东西出来的行星轨道 应该都是圆形或椭圆形 或者是那种来一次就跑掉 没有留在轨道上的那种 那个是可以算到非常准的 以前曾经发生过木星的轨道 它到某个地方就有点歪掉了 轨道歪掉了 对那时候有一个很简单的答案 就是在它的轨道外面有别的行星 有重力去拉它 对外面有 也很有说服力 海王星天王星都是这样发现的 所以问题就解决了 牛顿力学没有问题 只是旁边有个天体 不是只有太阳在拉而已 没错 所以那时候水星的这个问题出来 大家就猜是不是水星的里面 还有其他行星我们不知道 结果没找到 对没找到 后来安斯海他从刚才的电梯那个东西 然后他就是当我把重力这件事情 等同于加速度的时候 他就可以做一些计算 然后就发现即使里面有任何一颗星星 因为我们没有看到水星也不会那样动 它其实是它的空间歪曲成一个奇怪的形状 那个东西后来的量测就发现 那个水星奇特的运动真的是必须用广义相对论的理论 就可以解释的非常的准确 简单来说老师刚刚说的空间的歪曲 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说两颗球 放在一个平面的布上面 然后这个布它有一颗球它凹陷进去 那它是顺着这个布的轨迹在转动 而不是说有个东西去拉着它 让它去按照我们原本想象的轨迹去转动 这是我们常常拿来解释广义相对论的一种图像 当然因为我们人没有办法看到四度空间的东西 所以我要看到那个弯曲就必须用平面来解释 像刚刚你讲的其实我们是把整个空间当成一个平面 然后有个重力让它像弹簧床一样抱下去 好像也只能这样理解 我们刚才讲到是四度空间吗 周俊玮的首歌叫八度空间 这就更难想象了 不过你要讲八度空间的话 其实现在有一个所谓的这个旋论 它是说我们的宇宙的空间是十度空间 不过这个是另外一个议题 以后我会有机会再来聊 但老师刚刚讲到了就是爱因斯坦 它凭空很天才的想出了相对论 它也刚好这个理论可以去解释某些 给我们那时候没办法解释的一些科学的现象 可是它这个理论刚提出来的时候 就大家就鼓手叫好哇 大家就接受了吗 很棒 大家一片的就觉得说爱因斯坦说是对的 当然没有 因为它的理论在当时可以说是几乎没有什么人懂 我主要讲的是广义相对论的部分 相对论我们现在一般的看法是 即使没有爱因斯坦 也会有某个人发现 事实上我们刚刚讲那个时间变慢的那东西 其实那个公式之前已经有人写出来了 在爱因斯坦之前 对 那个转换的公式的名字叫做罗伦斯转换 不是爱因斯坦转换 只是我想你要去讲出说你的时间跟我的时间是不一样的 这个需要有相当大的勇气才能讲出来 所以爱因斯坦某个程度就是他很敢讲 他很敢讲 科学界的名罪 可以这么解释吗 所以说他们一开始即使他发表相对论的时候 并没有得到科学界这么多人的支持 但是慢慢的慢慢的 有很多的现象可以用这个去解释之后 大家开始去推崇这件事 因为在科学上来讲你提出什么理论 你再漂亮看起来再厉害 一定要有实验的证据才行 但是爱因斯坦那个实验实在太困难的 因为重力其实非常的小 你可能会觉得这句话很奇怪 我们在地球上整天都觉得重力超大的 我每天早上都爬不起来 对啊 然后体重变重就觉得说重力变重了 你要克服那个重力其实是很累的一件事 但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巨大的心体就是地球上面 地球因为本身质量很大 但是如果你在太空中 或者是我们只讲一些粒子跟粒子 甚至是我们一般的物体之间的重力 其实都是非常微弱的 你看嘛要地球这么大一颗才有这样子 我们生活的这个重力 那你一般的物体都远比地球小很多嘛 因为重力是跟质量成正比的 所以一般的东西质量很小的话 重力都非常的微弱 相对论效应 因为重力实在是很小 然后刚才我们讲光嘛 光的速度非常快对不对 他刚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光经过重力 进入重力的影响之后它会弯曲 可是因为一方面光速太快 第二个重力很小 所以光的弯曲的程度其实是非常小的 除非你经过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的东西 不然你的实验根本没办法量测嘛 对 不过这个问题其实在提出广义相对论之后 过了几年 广义相对论是1915年提出来的 那时候爱因斯坦36岁 下一相对论是在这之前10年 他才26岁而已 所以还是超厉害的 两位大概都还有机会 但是我的年纪实在太大了 在大概18还是19年的时候 那时候还在打第一次世界大战 但是就有派出这种观测队 因为我们能够想到离我们够近 然后质量要非常非常大 比地球还大 这样子的东西是什么 太阳 很有Sense 他的想法是怎么样呢 假如我们已经知道某一颗远方的星星的位置 这个星星的光线 如果这个星星刚好在太阳的背后的话 我们跟它连成一支线 那太阳刚好挡在中间 这个星星我们就看不到了 对不对 因为被遮住了 但是因为广义相对论的效应 它会让光弯曲 所以这个光可能会以一种插边球的方式 它经过太阳的边边的那些光 它又被太阳的重力挽回拉 然后可以到得了地球 我们就看得到那颗太阳背后的星星了 它的这个想法就是这样 这个东西叫做重力透镜 重力透镜 因为它就是会让光偏折 有点像透镜也是利用光的折射 那它只是是因为重力 它本来应该是要远离我们的光 又被太阳的重力拉回来这样 这想起来应该蛮容易的 可是那不要忘记 你要想太阳的光亮的不得了 对不对 你一天上有太阳 星星在后面你怎么看得到呢 但是有机会 什么机会 你们想得到吗 其实非常 那个星星要比太阳更亮 星星通常 太阳不算顶亮的星 但是因为通常星星都离我们超远的 所以看起来比较暗 但是其实它发出来的光 可能是比太阳更强 那日死的时候 有一个机会 啊 山底你太厉害了 日死的话 我们用月亮来遮住太阳光 然后这时候 那颗背后的星星的光 如果有弯过来的话 我们如果有看到 就代表相对论是真的 对 真的看到了 就这样就看到了 所以大家就相信 相对论应该是对的 因为它本来应该是看不到 你如果要说相对论不对 你就要把所有过去对天文学 那些观测的资料 你要把它整套通通推翻 大家想这样实在太累了 我就接受相对论 当然科学界跟那些大公司 有没有很难改革 没有 应该是说 我们会采取最短路径解决 一个就是你要把过去几百年累积的 天文观测全部都否定掉 提出一个新的理论 一个就是你就接受相对论 包括过去那些东西 两个是可以相容的 那么就采取比较简单的这种解释 对 哇 这让真的很酷 因为爱因斯坦他当初只是自己在思考 做一个思想上面的推论 但竟然我们可以用观测的方式实际看到 对对对 包括这几年我们不是看到了两个黑洞的影像吗 然后这个我们台湾的中研院也都有很深的参与 对 这个其实你看经过了一百多年了 我们还是在持续的验证爱因斯坦的理论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看到的跟爱因斯坦的理论 其实都还是符合的 老师我一个很好奇的事情 就是老师刚刚在提相对论的时候 不断的在强调重力与加速度两个概念 那我们大概知道说 我相信即便不是学科学的人 或者是不是个科学宅的人 都会有看过一个公式叫做1等MC平方 那这个公式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这个东西变成说 我甚至相信世界上一定有很多人 把这个当成次亲自在自己身上 他已经变成是一个符号了 对那1等MC平方 他到底是怎么样子的一个公式呢 他是这样 他就是我们每个礼拜一早上起来 要上班不都觉得很累吗 这时候要喝杯咖啡 对那那个M就是Milk 然后C就是Coffee要双分咖啡 这样你就会觉得超有能量 其实不是这样 这是一个能效 我以为老师在用比较简单的方式解释 好 那这个东西其实是 它是属于狭义相对论 那个部分的结果 就是我们刚刚是不是讲到说 光束对我们来讲是绝对的 也就是我永远都追不上光 那它那个公式里头还有一个非常严格的结果 就是说因为如果你的速度超过光束的话 你量到的很多时间长度都会变成所谓的虚数 虚数就是那个负一开根号 有没有 那虚数是一个不存在的东西 我的实际上能测量的物理量 像时间长度这些东西绝对不可能是虚数 但是我们又可以想 那你不能追过光束 可是如果我把我的火箭 只要我的火箭引擎还有燃料 它在那边喷的话 我的速度其实是可以一直增加的 对不对 加速 那照道理讲 我火箭一直喷 我就可以一直加速 我总有一天应该可以超过光束才对 因为我们都有算过牛顿的一个公式 叫F等MA 我只要维持固定的加速度 事实上我的速度应该是没有上限的 可是在爱因斯坦的公式里头 它就会得到一个结果就是 你拼命的烧你的火箭 但是在速度越快的时候 你要继续加速的难度就越来越高 这样子要怎么理解呢 比较简单的一个方式就是说 当你速度跑很快的时候 你的质量就增加了 然后当你的速度 万一真的达到光束的那个瞬间 你的质量会变无穷大 或者是说你很接近的时候 你的质量就会很接近无穷大 质量越大就当然越难加速 可是你就想这样也很奇怪 那我这样子 我的火箭不断的喷 我那些能量到底到哪里去了 那就想那些能量一直喷 应该要给你这个火箭越来越快 对不对 可是你变快的程度不如预期 反而是你的质量增加了 那它就得到一个结果 这些能量就变成质量了 就是这样 能量它没有让你继续加速 而是它把它变成质量了 所以这边刚才Sandy听到 可以延缓老化 这件事情你觉得超开心的对不对 可是它的副作用就是你的质量会增加 所以这个就是万事万物都是相对的 有一好没两好 这个叫什么 质量守恒 所以现在变成质能守恒 我们以前比如说高中之前学到的物理 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刚才柯彬讲的质量守恒 物质不能凭空被创造也不会凭空消失 一个就是能量守恒 但是有了相对论之后 这两个合并成一个就是质能守恒 就是质量是能量的一种形式 你光看质量它是可以消失的 事实上我们的核电厂或者是核子武器 它们威力这么大 就是因为在这整个过程中 不断的有质量在消失 像我们减肥一样 那因为1等mc平方那c很大 所以放出来的能量就非常的多 它质量减少放出能量 所以这个所谓的质能守恒还是成立 老师那刚刚有讲到这加速的概念 我知道有一种粒子的加速器 那粒子的话它的质量很小 那只要我们质量够小的话 会不会它到时候质量就不会变得无穷大 我们就可以突破呢 因为这些粒子本来质量是非常小 那事实上刚刚Sandy讲的可能是欧洲那个大型枪子加速器 真的是可以把粒子加速到非常接近光速 但是因为它时间很短 它质量的确有变大 但是你想嘛 比如说电子的质量是9乘以10的负31次放公斤 你就想你要0点 后面要写30个0才会出现那个9 所以是非常非常小 它的质量就算大概100倍1000倍1万倍 还是很小 但是那个时候已经非常接近光速了 碰撞之后它能量就非常高 因为它们能量非常高 我是不是两个粒子对撞 对撞的时候会减速 那这时候减速的时候粒子以接近光速对撞减速 那些能量怎么办呢 因为那能量实在太高了 所以会生出新的粒子来 其实这个是物理学我觉得非常神奇的地方 对那些粒子就无中生有 那我们只要去测量这些粒子的一些性质 我们就知道这个组成这个宇宙的那些基本粒子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哇太厉害了 不过要花很多钱 要花很多钱 也要花很多时间 对然后钱多大一个程度 大家就会开始怀疑人生 我们纳税人到底拿这么多钱 去让你们让高速粒子对撞 知道这个宇宙的是什么粒子构成的 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其实这种质疑是经常有的 老师说 那最后问老师一个问题好了 你知道就是现代的科学 近代的科学几乎已经是相对论为基础 开展了一个非常美丽 甚至非常浪漫的一个科学的世界 过去的古典的物理学 它是不是就会慢慢被相对论取代 我相信这应该是蛮多 不管是听众朋友 或者是在学学生们都会相当关心的一个问题 我们常常有一种说法就是说 相对论出现推翻了牛顿力学 其实它没有推翻 牛顿看到的物理世界跟我们看到的物理世界 除了有一些新玩意之外 基本上没有什么不同 对我们是同一个时空的人 对对对 牛顿那个时候苹果掉下来打到头会痛 我们现在打到头也是一样会痛 所以其实应该是说 相对论拓展了物理学适用的范围 那因为以我们的日常生活 包括牛顿那个时代的日常生活来讲 相对论对我们来讲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因为我们身边并没有什么移动 很接近光速的东西 所以牛顿力学 其实它并不是说它是错的 我们应该这么说 它是在物体的运动远低于光速的时候 的一个近似的结果 那因为它所谓的近似 大家不要觉得好像 那它就很不准 其实它还是非常准 可以准到零点小数点底下 好几很多个零底下都还是准的 因为相对论的效应 在这样子的运动底下 是很小的 那我们现代生活中 除了我们刚刚讲1等于mc平方 相对论如果不对的话 世界上不会有核电厂 也不会有原子带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现在 大概对于现代的路吃来讲 是一大福音的就是这个GPS 定位系统跟导航系统 我们把定位跟地图结合在一起 它就可以像我今天要到这个录音室来 要是没有GPS 可能也很麻烦 现在大家已经离不开了 这个东西其实它是靠我们接收卫星讯号 来定出我们的位置 我们刚刚讲过卫星在太空中 它的速度虽然还是比光速小很多 但是其实它是也已经够快了 我刚刚讲运速的几十倍 对不对 所以它里面其实都有加入相对论的修正 你要是用不放相对论的理论去 而且是广义跟狭义都要用到 一方面它跑很快 另一方面它还是受到整个地球的重力的影响 这两个东西都放进去 它才能帮我们定出准确的位置 所以如果没有相对论的话 GPS给我们的位置都会歪个几公尺 那很容易你就会走错路了 原来现在那么精准就是有相对论的原因 刚才老师是在问说 你觉得生活中没有相对论 对你有没有什么影响 我现在觉得影响很大 影响很大 对啊 我觉得这很有趣 因为之前有个老师有说过 其实在爱因斯坦之前 物理学界好像就觉得物理已经发展的差不多了 那我们剩下的事情就是 好好编一本物理教科书就可以结束了 但是爱因斯坦之后又为物理打开了新的大门 真的耶 我们今天要聊相对论 根本一集是完全聊不完的 但我们时间差不多到这边了 对我们又留了很多很多的 要说遗珠或遗憾吗 就是等待着老师 未来可以再帮我们做更多的 最有趣的时光旅行都还没讲到 对啊 那当然如果想要再听石老师 跟我们聊更多有趣的物理话题的话 也是很欢迎大家在下面敲玩许愿 对啊我们先透露一下 就是施老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至少会出现两次 至少 而不对之前出现过的对不对 不止两次 如果不知道的话赶快回去听 对赶快回去寻报吧 我们每次 我自己有一个Podcast 我顺便广告一下 叫做热血科学家的闲话家常 然后那个闲话家常的家常 不是我们一般的家常菜那个家常 是家常 是长度很长 因为我们会东拉西 所以让它变得很长 那我们每次碰到这说 这个主题我们以前的节目有讨论过 大家可以回去听 一定接着就会说 那如果你找不到的话 最好的方法就是从第一集到最后一集 你全部都在听 在听一次就知道了 对对对 你总会听得到 没错没错 好的那我们再次呢 欢迎我们的热血科学家 谢谢今天施老师跟我们聊了 那么多相推论有趣的话题 对那如果对于本期节目呢 有任何的问题 或任何想要知道更多的资讯呢 都可以在 柯柯出来讲的节目的留言区呢 留言给我们 或者是呢 直接到科教馆的粉丝专页留言给我们哦 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交流讨论哦 没错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差不多到这边要告一段落了 那我们来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